欢迎各位收看本年新闻到台湾新电汉的大小书 登记在美国的营业家郑义豪 正在这礼拜日在北港文化中心基盘演唱会 因为她的母亲是北港人 她也对这地土地有不赶快感情 在北港条天共和北港马祖便宜的每个日子 她17号早上在北港马祖便宜的大厅基金 说她演唱会和来自头衡的家团 做回来带向向亲郭水准的营业乡演 她跟郑义豪认真演奏手中的小提琴 她跟谁让人听到相当感觉 还有一个第一名她跟郑义豪 正在这礼拜日在北港文化中心基盘各人演奏会 因为她的妈妈是北港人 所以在北港条天共和北港马祖便宜的每个日子 她也在17号早上在北港马祖便宜的大厅基盘一厅公益演奏会 和来自头衡的家团做回来带向她的大厚所有的乡亲 我这次来北港是因为我妈妈的关系妈妈是北港人 可能五年前也来过这边表演过 但是这次跟东兴学乐团跟曹天公国乐团一起演出量柱 所以让我looking forward 今天我就演出一部分的量柱 我希望就是乡亲们可以更了解这首曲子 毕竟也是我们华人的很重要的曲目之一 活动就是在这礼拜六两点下午两点在北港文化中心 然后礼拜天也是下午两点 19号是我的独奏会 那我会带来布朗姆斯跟贝多芬的作品 以及普朗克跟Manual the Fire的作品 邀请大家来聆听 非常谢谢北港曹天公蔡董事长促成了这一次的活动 让我们知道音乐是有疗愈的作用 他的非常精彩的演出跟悠扬的声乐 带给了我们在场的所有的人 包括我们的病患的家属 这个心里的疗愈 那很谢谢蔡董事长促成这次的活动 北港刁天公表示 这次讲话他可以邀请到各种地名 他家来北港演出 除了这礼拜来演出的回忆 刁天公国家团在礼拜去演出 也邀请到正义豪就会来演出 欢迎鄉亲就会来欣赏 我们现在也在推动 我们地方的国小国庄 一起来结合草兰公的国业团 后续在8月19号20号 2点钟在我们北港文化中心 还有我们国业团 配合桃园的东兴国中 还有我们国际大师曾义豪 一起带给音乐的讨厌 所以希望在这里欢迎大家 一起来分享 拜六和礼拜的演出都是不用回来关上 时间都是会播两点开始 欢迎大家来欣赏这些警察的演出 记者林宏碧 柴峰报道